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本节课开始逐步的介绍Python的基本数据类型 我们先来学习第一种,也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 就是Number、数字这种基本的数据类型 那么大家从这里其实也可以看到 我上节课所谈到的这样的一个映射的概念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数字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计量单位 所以说Python的基本数据类型也有数字这样的一个类型 那么大家还能想到其他的数字类型吗 这个我们放到后面再来说 我们这里要注意一点是什么 在Python里面Number这种数据类型,数字它是一个大的分类 这一点我要强调一下 那么在Number这个大的分类下面还有整数、小数等等 还有两种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类型 也就是说Number大分类,它的下面还有几个小分类 那么如果我们要用一个英文单词来描述 整数和辅典数的话应该用什么呢 在Python里面我们整数用Int来表示 也是Int辅典数我们用Float这个单词来描述辅典数 那么这里关于辅典数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在很多其他的语言里面 这个辅典数它还有一个进一步的细分 它分为这样的一个单精度和这样的一个双精度 精度越高,它所能表示的这个数值就越准确 在其他很多语言里面,单精度用Float来表示 然后双精度用Double来表示 很明显,双精度所能表示的精度肯定是要比单精度要更高一些的 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呢 是,在Python里面没有单精度和双精度之分 Python只有一种数据,基本的把辅典数的数据类型就是这样的一个Float 因为在Python里面它的Float本身它所支持的精度 就是其他语言里面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双精度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作为一个扩展知识 把它给人先熟悉和了解一下 那么如果你从来没有学习过任何语言 那么就不需要关心什么所谓的单精度和双精度 你只需要记住表示一个小数,辅典数就是用Float 同样我们还可以拿这个整数来做一个对比 在其他的语言里面,这个整数还会做一个进一步的划分 根据这个整数所能表示的数字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进一步的分为Short,Int和Long Short表示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比较小 Long是最长的 但是在我们的Python里面 它简化了这样的一个分类 它只有Int整数这一种类型 那么关于这个数字类型比较简单 可以讲的有很多 那么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IDLE 来实际的熟悉一下我们所讲的这两种整数和福点数的类型 我们打开我们的IDLE 比如说我在这里输入一个1 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整数 怎么就说明这个1在这里 在Python里面它是一个整数呢? 我们可以借用Python提供的一个函数 关于函数这个概念我们放到后面来讲 大家现在只需要知道 我在这里输入type 然后把这个1放到这个括号里面 然后我回车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type这个函数可以告诉我们 1它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数据类型 就是这样一个IMT整形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看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里输入一个-1 然后回车看一下 同样是INT对不对 因为我们说了整形这个东西它肯定有正数有负数对不对 所以说它显示的是INT 那么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我们所说的Float的福点数 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1.1 看一下它有什么类型回车看一下 Float 那么我们现在输入一个精度更高的 1.1111 我们多数几个 我们看一下 还是佛罗斯对不对 那么以上的举例 都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我们现在考虑一个问题 我们考虑一下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 加法和除法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如果我用一个整数 加上一个 加上一个什么呢 我们加上一个佛点数 我们加上一个0.1 佛点数 那么大家觉得 这个相加了之后 它得到的这样一个数据类型是什么 结果肯定是1.1 没有问题对不对 那么我们还是用type函数来看一下 1加上这样一个0.1 float 那么同样 大家应该能够猜测到 如果我是1加1 它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一个inter类型对不对 因为1加1等于2 2是一个整形 而以上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个问题 如果我是用1加上这样的一个1.0 大家觉得它不是什么类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一个float的佛点数 为什么呢 这个是因为Person在做这样的一个混合式的计算 也就是说拿一个整形加上一个佛点数的时候 虽然它得到的是一个2.0 2.0 你其实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佛点数 Person也会自动的把这样的一个整形 转换成这样的一个佛点类型 所以说1加1.0 最后得到的是一个float 佛点类型 那么我刚刚把这个屏幕给清空了一下 其实Person这个IDLE 它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想清空 刚刚我们输入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指令的话 是没有一个像其他的这样的一个 命运行里面clear这样的一个函数的吧 所以说它的清评有方法 但是我都觉得太绕了 所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看这个IDLE关在开一遍 我们继续刚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学习 我们可以接着看一下乘法 我们刚刚是说了假法这句 在Person里面 乘法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信号来表示的 比如说我们做1x1 好 那么大家觉得它得到的是什么 同样的是一个int 但是如果我用1x1.0的好 大家觉得它是什么 Float 那么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加法和这个乘法 大家都很好理解了 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个特殊的情况 如果是除法 在Person里面 除法是用这样的一个铁杠来表示的 那么如果我现在拿两个整数相处 2除以2 那么最终得到了结果 大家觉得那是整形还是这样的一个浮点数类型 我们看一下浮点类型 那么这个就是大家要牢记的一个知识点 那么如果我想拿两个整形相处 最后得到一个整形的话 怎么办 好 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在斜杠的后面再加一个斜杠 这样表示这样的一个除法 最后我们将得到一个整形 知识点 大家要集合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 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